马斯攻入以色列又有新画面曝光 只见大批武装分子游了徒步游了骑车 高举枪械分批闯入社区 还分头进行从各方向进攻 这个囤肯区也是他们第一天首播攻击的地点 历经七小时大屠杀剩下一片死机 无虐家具被烧了焦黑全是碎石瓦砺 风吹过破裂的玻璃窗苍蝇到处飞 冰箱上一张张家庭合照 说来讽刺也特别心酸 而当时有些人躲在像这样的安全屋内 好险门够简固 从后门窗户看进去安全屋内 床地板墙壁大片血迹还原当时惨况 大家受了伤但保住了一命 囤肯区400名居民有四分之一 不是死亡就是失踪 甚至有长辈遭杀害后还被戏虐 他的邻居也是一对年迈夫妇 丈夫大卫遭枪手杀害 妻子则被掳走 他们的家变成废墟 家人只能从今年初 囤肯区的庆祝活动影片中悼念大卫 面对荷枪时代的哈马斯根本无法抵抗 但有一名以色列南部居民勇敢持枪对峙 虽然最后无力抵抗人心运保住一命 但大多人都成了枪下亡魂 如今以色列国会点灯追悼罹难果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